一局下第一棒打击者曾子佑一上场 就是一只深远的中外野安打 接下来 各个棒子火热安打连连 第一局就拿下了五分 5月23号中华职棒台冈熊英队 在澄清湖主场 迎战台中来的钟庆兄弟 这场气势锐不可挡 最后以16比5 11分的差距打爆对手 赢得了这场比赛 不过球赛来到下半场时 出现了小插曲 就在八局下陈世佳上场打击时 一个往本磊后方飞的街外球 直接把看台上VIP室的玻璃打破 不只熊英领队刘东阳 差点被自家球员的球K到 坐在VIP室下方的女观众也吓到了 赶紧抱住小孩拍拍 而看到看台座位后方墙上 还贴着小心飞球的告示 没想到不长眼的球 还真的直直的飞来 还好大家只是徐一经一场 可是怎么这界外球会砸中VIP室呢 我们来做个比较 看看台中洲际棒球场 跟高雄澄清湖棒球场 同样都在看台上方的VIP室 台中洲际除了本磊后方的防护网 整个VIP室内缩在遮雨棚内 而澄清湖球场虽然也有防护网 但是高度却没有遮挡到VIP室 以至于发生这一次飞球砸玻璃的意外 会将贵宾室的两面玻璃更换为强化玻璃 而且我们会在下次的赛事比赛之前完成更换 已经有25年历史的高雄澄清湖棒球场 又历经一段长时间的空窗闲置期 场内不少设施都已经老旧 高雄自家球队自家球场 恐怕得好好检修一番 让在这里的每场球赛 球员放心打球 球迷开心安心的观赛 华氏新闻秋军品荣浩北高雄报道 哈喽我是蕾亚 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